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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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牌制經驗少 很容易刮花車身 嚴重的更可能會撞花和撞凹 拿入車房清就要三五七日 不過如果是輕微刮花的話 是否可以省一些用有筆油呢? 拿遮P牌日記 拿遮P牌日記 如果用有筆你修理的話 怎麼都會有些痕跡在這裡 我建議去回車房做會好些 嗯...師傅所言甚是 其實市面上有些專門是小收小補的車房 刮花或者輕微撞凹 送車進去做幾個小時就拿得回 平時去車房做車都會用一幅幅做單位去收錢 即是說一條花痕和一堆花痕的價錢都是一樣 但這裡就有些特別了 它是用手掌來計算的 即是說這裡應該1500元搞定 我們是用手掌來量度 用成人手掌來計算 大約是20cm 如果是平米花痕 一個手掌位就1500元 兩隻手就3千 6千就封點 如果只是小花痕的話 這種計法就會比較化算 就算P牌仔不熟 都沒有那麼容易被人獅子開大口 但是因什麼解救快到幾個小時 就肯定油由內到外都乾了呢? 在整車的過程用到的噴漆 一半都要兩至三個星期才乾透 但我們就靠獨油的技術 極限乾燥 將時間縮短到一天 甚至幾個小時就搞定 嘩!這麼厲害的原因 原來是靠由日本人進的科技極限乾燥 很短時間之內 令到油和力架完全乾透 五百日子內了 出現變色或者起接行的問題 嘩!真的沒有暖節色的 師傅你是怎樣做的? Grantai君 是的 我們會用獨特的Color Scan Camera 或掃描的車身 再用電腦分析 得出最近似的顏色配方 這樣就可以在短時間之內 混合到最適合的顏色了 說說說 配色真是多學問 事關車的顏色會除日子走色 萬一技術不夠 配色不准 分分鐘做完出來見到兩節色的 建議大家 選擇用電腦教式的車房 避免得不償失啦